那么如果花同样的钱 你会买哪个车呢 这个传统车企真的是开窍了 它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了 理想为什么卖的好 它其实真正的拿捏到了销量密码 就是中国消费者对一个家用车的 一个需求的点在哪 那么这台车其实就是 逐步在向这方面去靠 欢迎收看A计划 兄弟们我这次真的服了 如果一个传统造车企业 它真的开窍了 它会拿出一台怎样的产品 我们都知道 现在市场上卖的这个中大型SUV 是新造车势力的车卖的标货 比如说理想的L8和L9 那么如果一个传统车企 做出了这样的产品 那么你会买单吗 那今天来看的就是这台 荣威的全新的RS9 那么这台车你看它怎么样 大家来看它的前脸设计 妥妥的一个现代风 近期格山是厂家宣称的叫熔林新会的设计布局 那么跟我们的工作车 荣威IMS8的前脸设计 基本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在熔林网的里面 加入了星星点点的杜哥的小装饰的点 所以这就是心灰了 至于好不好看 见仁见智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霸气的 而且非常运动 同时配上扁平化的前大灯 和条状的日行灯 所以这个车看上去 就是一个很简练 很运动和很紧致的前脸设计 荣威R19的整个的车长是达到了4983毫米 轴距更是达到了2915毫米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车长接近于5米 那么轴距也接近于3米 妥妥的一个中大型的SUV的一个尺寸 它的轮毂匹配的是一个 我们今天试下的是顶配车型 所以它匹配的是21寸的轮毂 那么低配点是20寸的轮毂 其实我觉得21寸轮毂看上去确实是很好看 采用双色的一个轮毂的一个设计 是铝合金轮毂 看上去真的是很运动 车身侧面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地柱 地柱是跟我们那台工作车 也就是我们自己的那台MS8 基本是一样采用了这么一个 带暗纹处理的一个镀铬装饰的地柱 高级感满满也有设计感 同时又提升了整个车身侧面的这种亮点 有一个亮点爆出来 所以这个车我觉得整个侧面的一个点睛之笔 就是这个亮亮的地柱 最流行的隐藏式门把手这台车也配备了 这是必须有的配置 车尾的设计非常紧致 而且也非常的运动 与车头设计是形成了一个呼应 贯穿式的这种尾灯设计是提升了这台车的整个腰线的那种力量感 所以这台车看上去有一种奔跑姿态 这个尾灯是功不可没的 好 那么我现在就在RS9的车内 应该说整个车内氛围还是比较居家的 最抢眼的当然是这个贯穿式的这个联通屏设计了 官方称这是叫47寸的一个一体化屏 我们来看这个中控屏这个下方是空调的出风口 那么这台车的空调出风口和之前做的空调是不一样 采用的是数字化控制 也就是通过屏幕来控制风的风速风量和这个角度啊 这个是在通过数字化控制 同时呢在下方保留了一些常用的这个 尤其是空调区域的一个物理N键 这点很重要 我们都说如果把所有的功能都集成到屏幕里面的话 你会感觉很不方便 有时候操作起来也忙操作 尤其在驾车的时候啊 他们都看不用分心 基本手一摸就能摸到这个位置 一键能处理这个空调啊 包括这个应急的一个双闪灯啊 等等回复到这个啊 比如说这个屏幕的控制啊 也就后部件都在这个位置 很方便 这是我要给一个赞的 那么说到屏幕 我们不得不说啊 这台车机还是非常不错的 采用的是高通8155的一个芯片 所以它促进起来 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功能还是很有意思 基本信息很清晰 而且这种UI设计很熟悉 毕竟我是一个荣威M8车主啊 所以看这台车的车机 还是真的是上手没有任何难度 使用起来很方便 这个车是有这个增强的 AR实景的一个导航功能 所以你会看到前面的一些信息 为你提供一些影像上的辅助啊 尤其在夜晚的时候 它会比你的视觉的这种 这种直接看啊 要更清晰一些 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塑料的 一个仿木制装饰板 但不是啊 这台车是全息采用的是 真实木的这么一个装饰板 而且据说是从日本进口的 真是把消费者的高级感 拿捏了死死的 我们来看中控台的位置啊 这种电子化挡霸 握感很有力度啊 做的不是很巧巧啊 确实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握上去啊 很很有力量感 前方是一个小平台放手机的 那么右侧是一个 无线充电的区域 这也没有问题啊 现在车都得有这个 我们来看这区啊 这是一个中控台的扶手箱 那么采用双拼色的设计 很高级 而且呢 设计感也有啊 按下按键以后 大家看 它弹起了以后 看到了吗 它是有一个无级的一个开启方式 不像有些车打开以后 如果不是很高级 一放开 对吧 就摔下来了 给人感觉很不好 实际上的话 开启是一个无级调节 很舒服 而且呢 空间也比较大啊 能放不少的物品 这个还是比较实用的 APP中心里头有一个叫场景魔王 打开以后呢 你会发现 它设计了很多的场景模式 这个呢 是跟理想真的是很一样了 首先 它有一个附驾的影院模式啊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看这个附驾屏 看电影的时候呢 它是有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采用4D的一个沉浸式 就是通过这个座椅的震动 和环绕的音响啊 和屏幕营造出一种氛围 让你有一种影院的感觉 还有呢 就是一键小气模式 那么顾名思义 你只需要唤醒这个一键小气模式呢 你的座椅会放倒啊 这驾驶座的座椅会放倒 女王附驾 这车也是有的啊 打开女王模式 那么座椅会向后调整 同时靠背会放倒 还有呢 它的腿拖会升起啊 这也是没有问题 但是这台车还有个叫国王模式啊 之前在很多车上你见不到的 什么叫国王模式 它是针对于第二排 因为这台车有第二排的独立的航空座椅 所以打开国王模式呢 后排这个位置上的座椅呢 会形成一个很舒适的半躺的一个状态 还有一个宝宝摇篮模式啊 这是帮助带娃啊 这台车真的是一个很居家的车 带娃的模式呢 就是宝宝摇篮模式一旦打开呢 它会把这个车窗会关闭 而且呢 会降低车内的音量 如果你把一个儿童安全座椅放在上面的话 它的儿童安全座椅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的摇动 会帮助你这个孩子睡眠啊 你能想象的感觉吧 所以这台车在这种场景模式的应用上 要比那些新造车势力的车呢 要更加的丰富 也更加的简单 正在为您开启一键小器 请注意后排乘客安全 大家看到啊 靠背已经放倒了 非常棒啊 这个躺的姿势很舒服 而且呢 它的屏幕是放的是一些萤火虫 大家能看到吗 整个的三块屏幕全部放在萤火中 这个我觉得场景模式还是做的非常有意思的 好 那么恢复回来啊 大家现在已经退出了一键小器模式了 我觉得可玩性还是很强 而且确实也很实用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试试这个啊 去到赛店试试这个功能 还是很有意思的 前排和第二排全部采用了通风加热和按摩的功能 再附加呢 还有腿脱功能 这是座椅的一个亮点 好 我们去后排看看第二排的一种感受 那么第二排采用这两个独立的航空座椅 坐感啊包括的坐垫的舒适度非常好 同时呢这个台座椅呢是有通风加热和按摩功能的 而且这个功能是在这四个座椅上都是有的 这要给一个赞非常好 那么在操作层面这个座椅是全部采用电控啊 无论前后移动还是靠背的角度以及这个按摩功能的控制区域啊 在这个位置 我这边是在这个扶手的位置啊都在这个内侧 总体来说啊空间是完全够用的 大家看到了吗 我可以找到一个很舒适的坐姿 而且在我累的时候如果没有第三排乘客套 我可以开启国王模式 那在这个模式下我就完全形成一个半躺的状态 而且配的是这个航空的这个这个紧托啊 这个现在很多高级车都在用这种紧托的功能啊 很舒服有点像小枕头 这样坐上去在长时间乘坐跑长途的时候是真的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除此之外呢在中间的位置是除了有两个这个水背架之外呢 是一个独立的空调控制区域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设置 当然它在中间这个过道呢是留了一个比较宽的宽度 方便于去第三排 无论是多大的这个SUV啊 它的第三排的这种乘坐输入性一定是不如第一排和第二排的 它只能解决的是有和没有 但是这台车的乘坐舒适性究竟怎么样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好那么现在我把座椅稍稍往前调一点 因为确实要保证第三排乘客的一个腿部空间的话 我们尽可能还是往前调点 调到一个大家看现在有一拳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乘坐姿势 好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去到第三排去看一看 大家看啊去第三排的这个过程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顺畅的 首先进入第三排是比较方便 除了有中间很宽的一个过道之外呢 在这个座椅的上面啊 有一个一键放导功能 按下那个按键以后 全部电动调节 副驾驶和这个第二排座椅一起往前移动 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上车的空间 所以无论你从中间的过道 还是从这个位置上车 还是都是比较方便的 大家看啊 刚才我把前排座椅已经移到靠前的一个位置 还有一拳的这么一个距离的情况下 我坐在第三排还有那么三指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没有完全顶到腿 但是呢 因为这种三排座的ICUV这个设计的一个通病啊 也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它的坐垫会比较低 所以呢 我们会发现我的腿是没有支撑性的 感觉这个坐垫比较低 整个座椅也比较低 所以你会感觉你的坐姿是一个船的状态 但是没有关系啊 尽管是这么一个状态 其实坐起来也不是特别难受 毕竟这个坐垫和前排座椅也是一样的 就是比较软 所以坐上去呢还是比较舒服 而且呢也有USB的充电口 也有背架 而且也可以放扶手的一个位置啊 所以呢 后排座两个人呢也不会拥挤啊 大家看到我这个身高和这个体态的话 坐两个人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多呢 其实更多的人希望能够 说说这台车行驶起来怎么样 这台车其实在动力匹配上 包括它的驾驶层面 一定有它的亮点 毕竟传统车系在这方面是它的优势所在 好那么我们来试驾这台全新的荣威RX9啊 应该说这台车的动力配备还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采用的是蓝星的2.0T发动机 匹配的是9AT变速箱 那么说到蓝星的2.0T发动机 其实我们是非常熟悉的 尤其大家关注我们视频都知道 我们有一台自己的长侧车 就是荣威的IMAX8 那台车采用的是蓝星的2.0T的发动机 但是呢 这两台车的这个发动机的调校是不一样的 在这台车上它的动力调校会更高 从数据上看 它最大功率达到了178千瓦 最大扭矩更是达到了392牛米 比我们那台长侧的IMAX8要高出不少 所以这台车的动力表现还是值得期待的 起步还是比较顺的 能感觉到发动机的震动 但是那个噪音控制的非常不错啊 没有特别明显的那个发动机的这个哄明声 在这一块它的NVH做的还是不错 我们现在路是一个多弯的一个小路啊 我们可以正好感受一下它的悬挂 那么说到悬挂呢 强调一下这台车的高配车是采用的CDC的电磁悬挂 说到电磁悬挂 很多小伙伴肯定不会陌生啊 我第一次试驾到有电磁悬挂车 是很多很多年前试驾那台凯尼达克的XTS啊 当时觉得很神奇 原来除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啊 这种弹簧式的减震器之外 还有这个空气悬挂 还有一种叫CDC的电磁悬挂 当时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悬挂 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电磁悬挂呢 其实在很多车厢都会配备的 这台车上配备了 那么它的感受怎么样 我们可以感受到啊 目前在这种多弯的小路上 整个车身姿态控制还是非常不错 它更趋向于这种舒适化的调教 也就是尽量把车身控制的更稳一些啊 并不是有些运动型轿车 用CDC来控制车身的姿态 让它更加运动更硬啊 我个人感觉这个悬挂会更软一些 好我们现在加速 前方有一个减速卡 我们可以啊 不用特别去减速 来看啊 很干脆 没有拖泥带水 也没有这种很细碎的这种噪音 总体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 还有就是它的整个这个车身姿态的控制啊 是趋向于运动 刚才说了 所以它的CDC呢 是尽量保持车身的姿态的一个稳定性 刹车是比较线性的 这个踏板的感觉啊 往下踩 但是不是那种一踩就马上有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样的一个调教呢 明显啊 就是照顾家人啊 照顾乘客的 让它坐上去不会那种特别的不舒服 好那总体来说啊 这台车在驾驶层面啊 而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总结 就是开起来非常顺非常好开 也比较舒适 而且呢 动力也是完全够用 噪音控制也很舒适很好 那同时呢 它的这个加速感觉呢 不如这个 采用电的 尤其是这种 插电式混合动力 包括是这个增程式电动车啊 这样的车的一个动力的表现 毕竟燃油车的特性就是这样嘛 同时呢 在油耗方面呢 我今天因为路况比较短 没法去测的油耗 呃 希望在后续啊 我们会拿到这车的试驾车 给大家去做一个详细的油耗测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